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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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们会把所有的东西投在唱秀上 是吗 然后 就是他们一定是00 240 我的天 真假 我觉得他们是那种比较孤注一掷的类型 就像她第一个她一个都不同 我觉得她第二个也是一个都不同 静姐其实无所谓 所以她这是唱上歌的 唱票他们一定不投 那么他们就要要你管 如果能赢我们 他们只能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堵在一个上面 然后去要赢那个他们最想要的那个舞台 可得给后边留点啊 哪个 后边留不住 唱票也留不住 也不能 情绪整不了啊 在这儿 就是他们一定是00 240 倒计时 30秒 赶紧 快点放 怎么着都放 对吧 一个就够了 拿钱一个就够了 我们这么多干嘛不塞几颗呢 万一也有万一错的呀 那你为什么不赶紧趁着有呢 多塞几颗呢 现在进行唱演舞台的揭晓 好 好 好 靳姐她们主很聪明 她们觉得要败的 花儿少一点吧 她就索性压一个 就看她们抢哪个 唱票或者是唱秀 好酷 你看刘练 你看刘练的表情 你好厉害 觉得 觉得刘练太厉害了 刘练真的很厉害 金属 所以在唱演舞台这一轮 获得锁歌权的是 娜姐同盟 您想要锁定的歌曲是 你不要担心 是你想要的 先锁定的歌曲,锁定的名声 刘练 假 meal 获得锁定的歌曲 接下来将进行唱秀舞台的锁歌拳 spelled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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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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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双方调整唱秀舞台的小红花 现在我们的位置数很大 因为我们只剩二十四左右 就是他们一定是零零二十四零 我是建议我们把所有的画唱到这个 因为他是想把所有的画压在那首歌上 这个时候就考验队长娜杰了 一半一半 那如果我们要是哪一个压错了 然后失去了一个唱跳 那我觉得不值 我还是坚持唱秀和唱跳 至少要保一个 来 我们准备倒计十了 来吧 十 九 别看了 太紧张了 他们要全放吗 看 看 看 他们把所有的画压到了长袖 现在进行唱秀舞台的揭晓三 好紧张的 我不行 我们把所有的画就交给了 就是非常笃定地要拿下这首歌的 娜杰英姐的队 二 一 请揭晓 在唱秀舞台里 故里和自己 你们锁定哪一首歌 自己 好 接下来吧 我们赢了 我的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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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觉得说金姐他们很有智商 就是以小博胜 就是赌了一个自己最想去拿的 其实他们这一仗都打得挺漂亮的 对 好意想不到 我当下其实我也非常震撼 就是他们拿所有 基本上拿了所有的画来去绑这首歌 这个是完全没有想到的 虽然当下我跟Fiona 我们都有一种被壁咚的感觉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 就是跟我走吧的那样子的一种 那种 那种强行的那种痛快感 那个年轻姐 他们那一对实在是 太猛了 我惊呆了 那姐同盟在唱跳舞台锁定的歌是 谈笑一声 要你管将直接归属 金姐同盟 那姐 原本在唱秀舞台 你们想要锁哪首歌 我们也想选这首 自己 对 但我们猜到了 都猜对了 那就是 真的猜对了 就会有 小神算 你吃过秃头吗 没有 没有 我们俩给他们俩一人喂个舌头吧 你看 这个鼻梁骨里面有个脆骨 你看 欣灵你尝一下这个 鼻梁骨的脆骨 脆骨 鼻梁骨 你是不是觉得最近记忆力不是很好 我 好 特别好 对啊 很好 你看你吃点 她的脑子就马上就聪明了 你看 吐的 拜托我吃这个就好 真的很好吃 真的不行 你看你不是说你 很好我不行 你看 感觉跟当酒似的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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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把那个 你没吃那个腮梆子 很好了 那是什么你吃的 腮梆子 腮梆子 我生平第一次的一小块土脸颊 可以 你知道我演过青岛的小妈之前 小妈是什么 青岛不是小姑娘就是小妈 小姑娘叫小妈 不是妈 妈 小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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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叫的 哎 只有我知道不知道 没有听过 你是秦道的 秦道 秦道小妈 我喜欢 去听 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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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说 在中国的声音 我喜欢下雨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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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是声音 对吗 呃 声音 你 你的声音 很 正好 你 你的声音 很正好 很正好 因为我认为 女人 知道女人 很正 很正好 汤汤汤汤汤汤 汤汤汤汤汤 汤汤汤汤 汤 你 我的好学生 啥子 哀汤 哈 好 咯 你拍照 谢谢 咯 谢谢 坟定 你的牌咋得太好了 你要回去玩吗 好 你要回去 去哪里 你要回去房间 拜拜 玩几把咱就走了 好 这叫啥 这叫姐姐要解压 我这解压呢 是这样好玩吗 我这把牌玩完行吗 马上就结束 因为你现在 我现在退不出去 退出去会减分的 就一把 马上 马上就结束 那我跟这些小姑娘在一起 干嘛 我还不玩我自己 走 糊了 赢了 走 小心 是吧 你好 我选了谈笑一声 觉得想说就做一下比较不一样的表演的选择这样 你俩上这儿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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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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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要跳 都要跳 都要跳 我小时候 幼稚园的时候 我也进了跳舞班 然后说我身体硬 然后我就走了 身体硬 身体硬是可以压一压的 那你会吃很多苦吃皮硬的人 然后延伸回去 发力延伸 他不是头延伸 是身体延伸 你上半身放松 放松 不是要不能动吗 上半身不动 不是代表你一定要架在这儿 对 放松就行了 对 上身放松 孩子还挑战了 我觉得我简直就是 浑身不得劲 哪儿哪儿哪儿不行 我为什么这么不流畅呢 你感觉放松好 掰点吧 对 走 走 走 对 走 手持点劲 你再说说 这个地方是被扯着的 嗯 对 就像你喝的酒 在那摇一样 就不要动那么大 他其实就这样摇 你看 右脚 左脚 右 是吧 他有你重心的移动 一点点的移动 就好像 好多呀 你是不是现在上半身 就很放松了 哎呀 咱就是 大舞者 五 打 六 七 打 五 打 六 七 打 八 他这个地方那个口 有一点点没跟上 西加特跟上了 就是第一次 在这么大的舞台上跳舞 然后就 跟这么厉害的舞者去合作 然后得到他们 心心的指教 就是出道去巅峰 就像什么样子 像一把很要紧 打钱架 高不高 他们是好酷 你不扶 让你管 让你管 你知道吗 我们是一个主持人 开心 对 三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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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三连一 你看这不挺好吗 他得先 三 四 可以 有模样的 我当你开 我说一天就要会 五分钟就会了 我的学生都太聪明了 都要跳一个 二 三 滑下来 好 就是这样 二 三 二 三 还背起来弹 你也太聪明了 你这样就会了 再变一 二 三 四 会了吗 好简单 为什么这么聪明 子晓 来 不用学 不要学 都不要学 已经坏了 不敢骚扰 你就可以设计 你自己的动作了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不能拿一个手指头去抠 就显得不专业 你可以用你变动的手指头去 你要弹息的时候 可以换一个手指头去弹 可以换一个手指头去弹 就确实 然后就是多练 几圈的贝斯也好 莉莉的钢琴也好 我百分之一百相信他们能做到 我会坚持到最后一刻 就豁出老命了呗 互相鼓励一下 每个人都是极优点人 一身 哇塞 我觉得我们好像这个团队都不用互夸 优雅 性感 温柔 我吃 我烧汤 说我莫丑 性感 舞台上是那个劲 副下里是这样的 心灵姐姐这一派请开始 来吧 没有距离感 她那种跟你的亲近 其实更多的是一种自然 就感觉就是身边的一个特好的朋友 然后就没有任何的那种想象中的偶像包袱 完全没有 我觉得你让我很有安全感 真的 其实我不觉得我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人 我很需要一个熟悉的人在旁边 可是你真的很快打开我 其实我是一个慢热的人 然后再加上我觉得 我们自己来这边排练之后的一些相处 我觉得我的心 你却有比较放松比较开